做一点变化 不过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字太小怎么办 好问题 字要把它放大 那字要怎么放大呢 其实根据 那个Eclipse官方的叙述 看了一些都全部英文 没有中文 他告诉你说 你可以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右键之后有一个preferences preferences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 这个general 这边底下会有个color and form 里面会有一个basic basic里面的话会有一个test form test form里面的话会有个字型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14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再确定 字就放大了 看懂了吗 画面再切个 我先切一下好了 OK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一招后来发现 按右键这边可以改 大概就这个位置 这边可以改 改这边 好不过后来 就有个同学说 他试了一下别的方法 他结果发现了 有一招更简单 你刚刚这个方法都不用 你只要记得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游标放这边 请你按ctrl键 再按一下呢 他就用那个以前photoshop的 那个方法 ctrl加 但是特别注意 你加跟简不能用右边 那个加跟简 你只能用上面的加跟简 上面的加跟简 你会发现放大了 ctrl键 缩小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个加跟简 只能用上面的 ctrl上面的 你不能用右边 好像没反应 感受加不会有反应 感受简也不会有反应 那check 我觉得反而更简单 OK 所以 那个设定字大小 你就记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这一招好像 在其他编辑器好像不见得适用 但是某部分的编辑器好像也适用 我之前有试过 好像spider 试一下也OK 可以这样用 书上也有介绍一个spider编辑器 我那个编辑器 跟这个有点像 可是 第一个他不能做专案管理 第二个的话 他不会提示 就是比如说你打print 你一定要把全部打出来 OK 所以他点一下 也不会提示 他不会提示怎么办 你就自己记 不过eclips稍微比较人性化一些些 再来的话 第一个问题 如何把字放大缩小 OK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这边打一个字串 去数print什么呢 加总结果冒号 有没有 所以以前我们在那个 比如你打程式的话 或VBA的话 一定是在这边加一个字串 那字串的话特别注意 字串 在其他语言都是双引号 但是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用单引号 也可以用双引号 OK 两个都可以 那有的人是习惯用单引号 但是我还是不习惯 所以我一律用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记一个就好 比如我打其他语言 我就不用切来切去 你这边要打单引号 这边要打双引号 还要在那边换来换去 不用了 干脆就全部记双引号 所以你会看到 我未来城市里面 自串一律双引号 但是书上的一律单引号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都可以 两用 OK 你说哪一个比较好 反正你习惯就好了 对不对 干嘛钻牛角尖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反正写得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老板会去抓你那个毛病说 你这个地方 你一律改成单引号 没有人这么无聊吧 对不对 而且老板根本不想管你 你怎么写的 他只希望你把问题解决就好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 我们要把结果串在后面 比如加种冒号好了 加种冒号 然后就把结果输出 这个地方串接 如果是在VPA的话 是用end符号 但是在Python里面是用加号 这个跟其他语言 跟Java一样 OK你用串串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一个中文 因为我们要这边要输入中文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切成那个中文 然后打一个加种冒号 我这边加 种 不过待会会遇到一个问题 可以稍微切一下 OK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输出了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呢 那应该可以理解意思 这个叙述在VPA里面是OK的 可是 如果在Python里面有两个地方不OK 哪两个地方不OK 我知情给各位看一下 知情 他第一个会出现什么 以后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bug的问题 这个bug 反正以后看到红字 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呢 你如果以后看懂 然后并且把它改过 就不会有bug 所以你要看懂 并且后面叙述要知道什么的话 那以后呢 你程式写错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找不到什么 找不到这个UTF8的call 这个call的话 可能是其中某一个字 他找不到 那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跟微软有点关系 因为微软Windows的环境 他执行程式还不是用unicall 他还是用他早期的那个 Big 5 做编码 所以变成说 现在非微软阵营的 他们都用unicall 而且用UTF8 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请你记得 把我们的环境 还要再改一个地方 改哪个地方 Windows里面的prefurnace 请你把这个地方 找到那个什么 最上面这个 这个叫general 点开来之后的话 找到workspace workspace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最下面 generalworkspace 他预设是ms950 就是微软的那个中文 繁体中文的编码 就是big 5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other 并且点选下面的选项 找到一个叫utf8 的选项 好OK 也就是以后我们一律用utf8了 不然的话很麻烦 你会发现 为什么 常常那个网络上 常有人在找答案 找什么 找那个乱码 乱码 为什么乱码 因为 主要我是觉得跟微软关系 因为微软就用这个 那你如果用php的话 他也是用utf8 google也是utf8 其他开放也是utf8 那你两边资料语系编码 不媚去 那出来一定乱码 所以怎么办 干脆你告诉他说 我开发一律用utf8 那这样子我们两边就媚 Python也是utf8 所以就媚去了 OK 所以第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改一下 apply and close 第二个的话呢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 你改过之后 他已经把它转码了 所以一遍乱 怎么办 没关系 重打一遍 因为刚刚我知道乱码 所以我把它复制 贴回去就好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解决 乱码的问题 所以特别之后 以后你遇到乱码问题 你知道大部分应该都出在微软 所以以后 即便是微软做 像ecell档 他存档也是ms950 所以你要丢给其他 就是资料库用的时候 都是乱码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先把ecell输出的档 把它改成 用unicode输出 而且用utu8输出 再未给其他database 就乖乖的 没有问题 OK 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都是微软出的问题 所以 不过微软最大 现在你率也是 用windows 除非说你把它改成Mac 对或者你用liners 特别是那个Mac跟liners 它也有eclis的版本 也有python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到这两个官网上面 也可以抓得到 我真的有遇过有人 直接就灌liners 在liners上面开发 而且还蛮多人的 因为它就 它就是非微软 它就是 有点像那个禁烟标志 只是 禁微软 微软都一律不用 如果你有这种决心的话 那当然公司就 尤其是那个研发主管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公司 不要花太多钱给微软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Google一下 我发现好像 我记得好像 台湾政府 每年要给那个 微软的授权金 那个数字非常可怕 好像超过百亿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 还是 就是那个 很大一个金额 好 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先把什么 我们加一个加总 然后再 再串接 OK 那执行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第二个问题又产生了 什么问题 你会发现 刚刚的那个问题 没有发生了 不过呢 现在会出现 另外的问题 Type Type就资料形态 TypeL 什么意思呢 他后面有个叙述 他说 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你要把两个东西 并在一起的话 那你要把 两个都变成string 意思是说 你前面这个是自串 你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两个箱加 丢给他 他已经是int 是整数 所以如果你要把自串 跟那个什么呢 这个int 串在一起的话 不行 那怎么办 你必须把 这一个 做转型 那怎么转型 特别是说 如果你要把 那个int 就是整数 转成自串的话 你必须用一个 内建的函数 叫str 那这个str 好像在其他语言都有了 刮弧 后刮弧一下 意思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串接他 我必须把 这一个 先转成string 所以他本来这样的 应该可以看懂吧 3加5 最后是8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一个 转成什么 双引号8 那如果你是双引号8 就是自串8 跟加总冒号串在一起 他才接受 OK 所以应该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这还蛮重要的 很多同学 出错几率最高的 都是搞不清楚 资料形态 那如果你资料形态 OK了 而且以后该转的地方 有转的话 那你程式 错误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OK 特别注意 那待会我们还会讲一些 有关资料形态的问题 把它直起一下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 就符合我们要的 OK 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Ctrl加 跟Ctrl- 这个是放大缩小 二的话呢 为了要不出现乱码 所以呢 请你在 这个Workspace 就General这边 把它改成UTU8 再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 在 这个前面 加一个STR 把INT做转型成 四串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